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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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人们常说生孩子要拿牌 因为原来很多事情都要去想 帮他们铺牌 上学 吃什么 有时候怎么处理 小朋友不断变化 不断长大 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挑战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两个女女的妈妈 我是章嘉宜 用不打不罚的方法去教导小朋友 尽量是沟通有商有量 但是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 你这样就是软弱 被他吃住了 但是我自己的信念就是 我不是用权威来押住他 希望大家尊重 问他 你现在吃饭 你觉得你的身体会不会强壮些 问他 他自己思考 他会自己吃 就比我说你再不吃东西 我丢掉你的饭 其实他好像没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我反过来 要以问题方式去教导他 来跟他商量 他会思考 好像长期来计 他是做到一个 懂得解决问题的人 多于一个只是听指令的人 我觉得 妈妈都是人 妈妈都有情绪 所以他真的激动我很生气 很生气的时候 我都会发一发他 但是我都尽量和自己说 如果我也是这样 发火他又发火 大家都是 解决不了问题 我对他不是一个 好的教导方式 因为我发他的脾气 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他都会发我脾气 吃饭可以小事到 比如我夹送给他 把那块鱼放在饭里 把那块鱼放在一起 他又会发生气 所以他四岁发生气 是完全不预计的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穿上公主裙 公主鞋 公主crown 就出场了 跟大家说 有parade看 他在家 就出来 谁知大家没有坐定 看他 或者他带小的手蜜 他都可以扭成半个钟 你们看不到我带手蜜 我未带手蜜 很执着这些东西 就搞到我束手无插 就很想 哎呀 你手套 麻烦 move on 通常这些情景 我就跟他说 不如我们一起 数一至十 或者一至一百 等大家 calm down 才去解决问题 是好很多的 也有时他数到五十 就会睡着了 我觉得做妈妈的满足感 比做幕前大很多 首先 以前做香港小姐 艺员 都大满足感 但我发觉有了小朋友 我是付出多了 耐性好 我很乐意做一个全职的妈妈 我自己呢 就不是很想他选港姐 因为自己选完港姐 都经历很多批评 各样 可能有些私心 就是觉得 我不想你go through 妈妈go through 的东西 但为什么我应该对他有信心 可能没有这些负面不平 都不出奇 他知道妈妈是香港小姐吗 其实他应该不知道 没有刻意跟他提过 他已经是小时候 喜欢化妆品 如果我再去灌输多些 要扮漂亮 那些思想给他 我希望他的focus在里面 外面就不要那么focus 所以我不想给 那么多这些香港小姐 扮漂亮 那些事情给他提 Hello 现在我们 和大家的 这些 学中文 我先给妈妈抓住 每一天都很温馨 譬如像大女一样 她每晚睡觉 无论那天发生什么事 她突然生气我 晚上都会很甜蜜地 跟我说 妈妈 I love you 还要说是 million trillion billion 说这些东西 那我就很窩心